幸亏我聪明伶俐 不然 他怎么又来了 酒量不行 还偏要逞强 哥哥这是要干嘛 不是吧 既然小春花不想吃药 那哥哥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了 哥哥你就别戏怒我了 为了给你偷心法 我命差点都没了 哥哥还是很心疼你的 还特意跑来帮你解酒 我何时提心法了 对了 哥哥 你还是赶紧走吧 要是被人发现可就完蛋了 怕什么 把他们都杀了不就行了 哥哥 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萧白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花小蕾 死于湖海 确有此事 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不错 那到底是谁纵的火 纵火的就是你 怎么可能 小春花可别忘了 萧家失火时 你也在萧家 我也在 你骗我 我不信 小春花果然健忘 你呀 以前鬼点子多 所以就混进了凤鸣山庄 说是要替哥哥偷心法 哥哥说的可都是真话 我真的是纵火的那个人 千真万确 不过是杀人凤火而已 不过是杀人凤火而已 紧张什么 我还是不信 妹妹这是怀疑哥哥 不敢 我怎么敢怀疑哥哥 我怎么敢怀疑哥哥 好啊 那我这就来开门 去吧 不是 你 不 我最后未醒 实在是不方便与你相见啊 那你正好喝些新茶 我替你解酒啊 封姑娘 我与春花姑娘有要事商议 你不如稍等片刻 既然萧公子与春花姑娘同在 那我就不打扰了 萧公子 你怎么 我来找春花姑娘 有要事商议 可我刚刚明明在她屋子里 听到你的声音 封姑娘怕是听错了吧 我刚刚明明在秦兄的房间 难道是 尾声之术 是 春花姑娘 你没事吧 我们要进来了 封姑娘可能是因为失会之事 过于紧张了 可我明明听到是两个人 我姑娘怕是累了 姑娘 您好些了吗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就觉得我这个头晕啊 胸闷 还想吐 小白 你帮我看看 我有没有发烧啊 我这就吩咐小二 去拿一些醒酒汤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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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陪陪我就好了 春花姑娘 其实我是有要事要请教姑娘 既然姑娘酒醉未醒 那我还是赶日再来问吧 小白 姑娘酒醒了 小白 你陪我出去吹吹风吧 小白 小胸 小白 小白 好